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勤勤恳恳积攒铸造幸福的材料 自己却不敢享用一点点 他把所有的好都留了下来 他总是把愿望攒着 以为还没有到实际兑现 最初是想等我们毕业了 他就省心了 等我们一个个毕了业 他又开始等我们工作 能帮家里分担一点 接下去又盼着我们都结婚 成家立业 成了家以后还是不放心 又想等我们有了孩子以后 可是什么都会过期 幸福也一样 他把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都熬过来了 最好的那一段 却被无常带走 他吃了一辈子的苦 却没有想过一天的福 任望不必留到特别的日子去实现 从前 我在广场上看人家放风筝 因为不会放 总想有一天认真学会了 再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 好好放一场风筝 结果只要半个小时 就能清零的愿望 摇摆中 一天天 一年年 这样的过去 等真的想拿着风筝 出去放了 不是赶上天空一丝风都没有 就是赶上陪自己放风筝的人离开了 忽然有一日 风筝好 抱儿重新有了 却早已对放风筝的事情 没了向往 每次经过广场 看见那些大声喊着哇 飞好高啊 我好想放风筝 看见这样去日不已的人 我就会心生酸楚 隐隐嫉妒人家 还有这份向往 不由对昨天的自己心生懊恼 为什么当初 非要郑重其事地去放风筝呢 你要我去放风筝的时候 本可以马上就去 那样我就不会在你走后的多年 还在惦记我要是买了 那个大无功的风筝 能放飞到天空上吗 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 我们本以为天经地义的一切 也可能永远不会再继续 或者因为突发的一件事 就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 当一切彻头彻尾的改变 那些顺理成章的以后 从此没有了后续 我们再不可能交汇 再不可能相见 再不可能相爱 再不可能偿还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总是在为明天着想 我一直认为明天过得好 今天才会开心 但是最好的青春留不到最后 最好的感情留不到最后 最好的生活也留不到最后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老太太 她非常节俭 一箱苹果 总是专门挑烂掉一小块的吃 等到第二天 人来好好的苹果 又有一只烂掉了一小块 便继续吃这只烂苹果 结果呢 就这样 满满一箱苹果吃到最后 老太太竟然没有吃过一只 完好的苹果 许多人都笑老太太 告诉她应该先吃最好的 老太太却说 烂了一块的苹果 如果不赶紧吃掉 就全烂完了 糟蹋了 我是想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 有人不以为然 您这样吃法 好苹果也放烂了 损失更大 老太太觉得自己这是节俭 她总是把最好的放在最后 到头来吃了一辈子的烂水果 受了一生不该受的苦 原来 那些好吃的好玩的 都会在时光的市区中 丧失原来的价值 等爬过人生的另一个山头 你就会发现 那些曾经你没有起风的物件和快乐 又重新换了一茬 心爱的衣服不舍得穿 过了时 心爱的人不去追 再没有机会表白 心爱的美食因年龄的增长 再吃不出从前浓郁好吃的味道 喜欢的事情不去做 到如今已经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的心理 别把最好的留到最后 该享用生命中的美好的时候 别舍不得 作家丁丁章说 用好的 用到它物尽其用为止 不是铺张浪费 而是让好物滋养生活 滋生出小确幸 那是把属于自己的福气 及时收割走 其实幸福就像冰激凌 拿在手里就那么一回 在融化之前把它吃掉吧 曾看过这样一段话 觉得很有道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或者小追求 能让你开心就是最大的价值所在 不要错过让你觉得快乐的事物和人 有些事 有些人 不要等 等来的 真的是幸福吗 更有可能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好的东西 为什么非得留到特别的日子才能拿出来用呢 我们的一生究竟又能有几个这样特殊的日子 复旦大学讲师于娟 曾在生命的最后说过 那是自己原本以为奋斗到一定高度 才可以来享受这些美好的想法 是在给自己制造此生未完成的遗憾 人们习惯推开幸福 这是一种错的想法 大多数人都想坏的先用了 生活里就剩下了所有的好 其实不然 窦文涛在圆桌派上曾说过 买了新衣服 当时就穿上 这就是人生中所谓的赚道 因为马上就使用它 就等于好东西在发挥自己的价值 我们每天睁开眼 都要告诉自己 这是我要赚到的这一天 赚到今日的不可多得 赚到心爱的人在身边 赚到如愿以偿 蔡兰先生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把日子过好的能力 在最想做事情的时候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 其实 吃得好一点 睡得好一点 多玩玩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人生的意义 不是苦着自己 我们要学会让自己向田处去 所以 再也不要把好东西 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了 我们活着的每一天 都是特别的日子 只有安住当下 才能把幸福及时抓住 因为 眼前人 身边事 心中爱 美好意识 没有一样经得起蹉跎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远离那些让你 拨动情绪的事情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 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在夜里哭着 哭到头痛直到睡着 没有人认真地理解你啊 觉得学为你奉长作戏 我一直都会记得一句话 强大到往不离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